政治焦点国民党全代会刚刚已经完成了整个仪式 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呢也顺利通过提名成为了国民党总统候选人 但外界呢也很关注临时动议的状况又是如何 现场最新消息交给记者朱祺宇 祺宇请说 好是的主播各位观众呢 国民党第十九全代会已经在刚刚大约是五点五十分的时候结束了 而在最后呢党主席朱立伦也再度的来上台替闭幕致辞 他也再次强调说国民党就是要团结起来 才有可能重新来赢回选民的信任 我们来听听他之前的说法 中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就要闭幕了 感谢各位在国民党最需要反省 最需要温暖 最需要义无反顾往前迈进的时刻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心在一起 闭幕的这一刻 我要再一次的重申 在本党最困难的时刻 没有团结就没有力量 而随后呢朱立伦也是邀请了 现在已经正式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 洪秀柱一起上台来大合唱 团结就是力量 而不过外界好奇呢就是这一次全代会最后临时动议的五分钟 会不会有党员呢来提出所谓的要来调整立委不分区的任期 也就是呢帮现在任期已经到达极限的立法院长王金平来解套 不过呢到最后这个五分钟之内并没有相关的提案出现 也呼应了这一次的全代会就是以团结一致来作为最高的原则 而以上就是在讲的最新状况 我们把时间镜头交换棚内